根據KTVU報導 今天有至少兩名三藩市警察 在Powell街巴站附近 向一名持槍男子開槍 受影向車站一度被關閉 然以恢復正常服務 三藩市警察局局長Bill Scott 召開記者會表示 事件發生在上午10時20分左右 警方在Jesse街400號路段附近巡邏時 見到一名持槍男子 坐在一輛停泊的車輛中 警方隨後證實該汽車在一輛 被渡的車輛 其後持槍男子下車和警方展開追逐 該男子逃到車站裡 Scott沒有明確表示是誰開了槍 男子隨後被送往醫院 情況良好 事件中沒有其他人受傷 當局已經找到該男子所持有的槍枝 更多的細節有待公佈 三藩市交通管理局表示 鄰近的Muley車站服務也受到影響 但現在已經恢復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